好 我叫国东新梦 今年22岁 我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毕业于成都理工广播影视学院编导系 01年在北京带一家私企传播公司做活动执行 今天我来菲尼莫属 希望能找到一份跟活动执行或是策划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都不知道怎么叫 你叫什么呀 国东新梦 国东新梦 是 东北的东 父亲姓 姓国 母亲姓东 不是 是达沃族少数民族 国东是个姓 不是 国 东新梦是名 东新梦是名 那应该怎么 小国 欢迎小国 12年7月毕业 就是你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对 是应届毕业生 那怎么刚才说是11年就开始在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呢 因为是这样 我那个大学是在成都念的 然后我想找的工作可能是在大一点的城市北京上海这种可能机会更多 然后我希望能自己在没毕业之前就多积累一些社会上的经验 所以我在11年的时候就把课程都修完了 然后来北京自己做实习 就是找实习 没想到就是工作两个月以后就转正了 就转成正式的了 所以就一直工作到就是今年大学毕业拿到毕业证 你做的不就是活动执行吗 对 做的事就是称谓是给说是活动执行 但做的事是比较基层 就什么都做 在这咱们什么都管 就是不管是活动执行策划 还是行政 还是财务 可能就是设计的就是一个人就做的事是很多的 然后我就在这儿 觉得这一年来说对我来说也成长了不少 然后但是它毕竟是一家就是规模比较小 然后可能发展空间比较有限的那么一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就是我的发展可能是比较有局限 那你理解的活动执行是什么 因为可能我是一张白纸 我来一个公司 然后我把它定位为 因为我什么都做 然后我就觉得 你看我说什么称谓好呢 我说行政吗 我又不是行政 说财务呢 财务我也懂一个皮毛 然后唯一我觉得我就是能做到 我觉得能给老板这边 我完全没有出错 就是在执行力上这边 我能让他满意 你看过这个节目吗 看过 所以在这个看这个节目 然后并且来找工作的时候 你就没想过我要去 我想去哪个企业 华裔 华裔传媒 五八同城啊 你去五八同城干什么 执行 执行什么 就是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吧 跟人打交道去干什么 可能是为了推销 就是推销自己公司的产品 那你做销售 你选华裔传媒是在我意料之中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我不知道你做好准备没有 你为什么把 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把华裔和五八放在了一起 就是这个平台上 虽然华裔是独树一致的家 但是跟华裔接定的 还有中国国家夜产一地 和像我们这么fashion的公司 对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跟五八放在了一起 你是说五八很土对不对 不不不 但是五八是一个相对而言 纯粹的跟女性关联不是很大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就是你这两个家放在一起 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叫五八是一家 那个配偶 和女性关系不大的 嫉妒 嫉妒 不 真的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逻辑我得搞清楚 好 来呼应一下 我并没有觉得华裔和五八有什么冲突 因为 稍光老师 那他们俩的相同点是什么呢 都是比较靠谱的公司 都挺好的 我觉得他就是吃醋了 怎么着吧 因为他认为这个 这个辛默 讲得挺漂亮 可能 特别爱美 可能去应用平台的美容编辑 结果人就是不提 人家不提你 就是吃醋了 对 人家不提你 人家不想 辛默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特长主持 你有主持过什么样的成功的 大型的 会议 活动 表演和主持 只是我一个爱好 然后明歌 是我学过的特长 然后表演和主持 只是我自己很喜欢 你做过吗 主持 我就问主持 没有 吃醋老师 我觉得他这点挺不公平的 这个小女孩 就是 我感觉没做什么准备来的 又变成了我们 不是我们挑他 其实这样变成他挑我们 所以我还是挺希望 我其实想灭灯了 我就想听见 到底有没有行业 职位的具体选择 你看陈浩 我特讨厌陈浩 我刚才问的那问题 我觉得学五八和那个 华裔之间关联不大 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结果你说我犯醋意了 然后呢 没让人回答 倒着你又提出来一次 不是 你到底犯醋意了 但是我 我觉得陈浩说 今天呢 是咱们把这句话给点破了 有好长时间 今天一来 有一些求职者 实际上真的存在这个问题 今天为什么把这话点破了呢 因为今天出了个洋爽 对吧 不要为难小国了 真的 他很努力地在回答了 来 十二位 第一印象 先做出一个初始判断 你们是去还是留选择 陈浩离开 陈浩 曾花 徐昭 静威 五位离开 七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陈浩 听一听陈老师的建议 我会觉得这个小姑娘 就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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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滴滴的 就 不太是一个职业的状态 不太像是来找工作的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一份工作 并且在这个工作的舞台上 能够赢得尊重 是靠你的工作能力赢得尊重 那你的 从身体语言 到你说话的语气 都是需要调整的 好的 谢谢 谢谢陈老师 来 我来问一下 因为正好 刚才也讲了 你这样一个企业 做的这个工作 是包括这个财务也做 策划也做 执行也做 其实你更可以评估一下 自己哪个最适合你 适合从来 我可能更喜欢 我心里喜欢的 可能是更偏向于策划 就是编辑这方面 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 现阶段更适合 更适合做的 只是去执行 执行这件事 我其实刚 刚留灯 因为我觉得就是 他学的专业 跟我们的确有些靠 而且我其实还是 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都把你看成 一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想想 你所热爱的 或者你 比如说 进到我们任何一家企业 你能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 就一件事情 好 很直接 策划 策划 嗯 嗯 你进去之后 就能做策 你说的策划 是什么呀 小谷 就是去想一些 构思一些想法点子 我觉得为什么 我会说策划 是因为我觉得 在执行之前 有一个策划 这个你的想法 就是因为 之前我做的公司是这样 就是我们必须有的方案 有的想法 你才能去执行 说的非常对 但是一个想法 它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对对 你必须要很了解 不可能是平地扣饼 做的这件事 对不对 对 假设我把它就推到极致 五八通城 现在给你职位 前台 前台 也可以了解公司的发展 而且前台 特别知道 公司最近在 和谁打交道呢 不接受 我觉得第一要素 就是自己求职者 有一个主动的 一个目标 有一个主动的 求到一份工作的热情 但是在这个求职者身上 看不到 我的表现可能 是比较欠缺 然后各位boss 可能也不是会很满意 然后所以我自己心里觉得 如果能亮灯的 应该都是给我机会 可以就是给我机会 因为毕竟我现在展现出来的 一面都是比较 比较薄弱的 小伯儿现在如果说打仗的话 现在你就是纯防守 你要学会去进攻 经常在话里面要 但是可能有一些老板会离开 但是我相信 我自己能做 还是能 对 要自信 我给你一个选择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 都会遇到这个职业的迷茫的 其实 那么你遇到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 一般会有 我给你三个答案 一种是抱怨 一种是忍耐 一种是想办法 你一般会选择哪一种 我觉得肯定是想办法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 就是能够就是喜欢 把负面情绪让自己堆满 那样我就觉得不开心 我认为我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的反应是想办法的 然后是会求助于 求助于身边的人来想这个办法 我们有跟全国60多个电视栏目合作 市场合作部的一个职位 我想考你一个题很简单 对方一个编导 没有他电话打过去 不接待我们 不见我们 你怎么通过电话 能够说服他见到我们 就这一个问题 试一下 对 喂你好 你好 你是少高老师吗 你好 我是世纪家园的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 然后我希望能跟您有机会 单独出来 然后谈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可能有一些项目 需要发展 不行最近特别忙 老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 比较欣赏 然后比较 比较欣赏您 然后我希望能够跟您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然后能跟您多学习一下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有这次机会来约您 不是你知道当他看着我的眼睛的时候 我做不到电话沟通 对对对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啊 第一个还不错 但是有一问题啊 这样做小姑娘很危险 有点玩二代妹啊 这是我跟你真这么说 你这种方法有效 但是对于你来讲 一个还长得还算漂亮的小女孩来讲 这么做很危险 听明白吗 因为有的时候 这是张绍刚老师 为人人品贵重 你要是碰到一般的BD人员的话 你这样做很危险 但是我确实有一点 我真的要帮小国说一句 刚才呢 陈浩也说 因为小国外形确实挺好的 这可能也是很多老板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不过的的确确 当我们两个这么面对面交流 小国除处可怜地看着我的时候 我也确实很难说出拒绝的话 这还真是 见识他的优势 是是是 好的 现在七位的问题都问完了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七位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会转到小国的手里 去或者留 选 一颗心已经选到这儿了吧 爸 现在可以放回去了 因为主动权现在到了你的手里 两家留下来 世纪家园 宾志望 盘前不上台 二位先说职位吧 其实刚才你的情景模拟演练呢 整体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些智能 至少你对对方表示了尊重 然后呢 希望对方能出来 还OK 我这边提供的职位呢 是市场专员 负责专门和全国电视栏目的合作 底薪是2008 然后另外我们每个季度都有考评 考评基本上 如果能达到我们A级的话 能够两倍的工资 来 注意路 宾志望 我这边给你的职位是 官官庄严 就是跟人打交道 底薪上线 然后呢 上个月之后总阵 总阵时候看你的表现 你妈 还有问题吗 你真的是毫无准备 小郭这点真的要说你 来这儿 要不就不来 要来真的叫武装闹牙齿 武装闹牙齿 不是说咱浑身都跟长刺一样 谁说咱就灭谁 而是我把所有的知识 信息 全部都准备好 这样找工作才叫有地放逝啊 你今天太冒险了 还好 两家留了下来 世纪家园 宾志望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他呢 还是他呢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谢谢你们再见 感恩